準備再次去廈門辦事情 所以說帶著行李 只有去三四天 行李就不多 就兩隻 小小的行李 準備出發 OK 大家好 這是阿特務 我後面就是立東航空 等一下要用走小算通的話 就是過去廈門 要去辦事情 不過呢 因為今天天候的關係 這次颱風天 玉兔颱風來 所以說 人算不如天氣的算計 那飛機呢 可能會用兩百兩個小時 才能搭到 等一下 就看 到底還會不會 只能這麼辦呢 我們搭的這個航班呢 所知道是因為 天氣因素而 延遲 不過我所知道這個航班呢 它會先回到 前一班會先回到澎湖 之後澎湖折換到台南之後 再載我們到進了 所以說這個航班 我預估至少要延遲兩個小時 現在 出現的就是 那個 來機晚到的一個訊息 有兩個小時時間 所以說拿起筆電 就在機場做一下 這次 準備搭的這個 飛機的延武的一個情形 上了長榮的官網去看 我發覺他們的訊息 沒有及時更新很麻煩 在家裡看了一下 覺得搬機率正常要起飛 結果來到現場 才知道要延兩個小時 真的是也不知道怎麼說 在他們官網的更新速度 真的是有夠慢 有夠慢 有夠慢 因為真的很慢 所以說說了三遍 不過還是要搭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因為在廈門那邊的房間都已經買好了 不過去的話取消也是很麻煩的 你們看他這個官網 他這個 搬機 到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概9點多了 他還是沒有更新 我只好 把他截圖下來 證明這個長榮的作業真的很慢 建議各位 以後遇到太空爹要出門 這個先打電話到喊張問一下 會記得我們也不再出門 要不然向我們 就直接覺得 相信官網上的公告 並沒有說航班不飛 也沒公告出來會 delay 所以說傻乎不得就跑到機場了 好的 這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影片見